闺蜜被人分尸 即将变成厉鬼 她提着自己的尸块 敲响了我家的门 因为她知道 我是个凤尸匠 缝皮肉 亏记忆 也能进灵魂 灵妖 咚咚咚 半夜十二点 一天中阴气最重的时刻 急促的敲门声 打破了整栋楼的寂静 跟在我脚边的猫 瞬间全身炸毛 低声哈着气 进入了战斗状态 悬猫通灵 我顿时感觉不对劲 平住呼吸 捏手捏脚的走到门前 透过可是门铃 我看见了我的闺蜜宋韵韵 她的头低垂着 面容隐匿在阴影之中 看似于往常无异 但那周身环绕的惨白光韵 却是死人才有的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失去了思考能力 只不过几天没见 我那么大个好闺蜜没了 每次宋韵韵来我这 都是按密码直接进来的 为此我说过她不少回 我压抑着情绪 有些哽咽的 臭丫头 活着的时候 没见你那么有礼貌 死了倒是知道敲门了 宋韵韵听见我的话 穿门而入 扑进我怀里 哇哇大哭起来 冬至 我人没了 呜呜 我死得好惨啊 我还没谈过帅哥呢 我尽力保持着理智 冷静问道 你是怎么死的 宋韵韵哭得更大声了 天傻的 我被人分尸了 听到她的死法这么惨烈 我的心脏已紧 是找你借钱的那个前男友干的 不是她 她前段时间因为赌博被抓了 没有作案的机会 我最后的记忆停留在 晚饭后下楼跑步 后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宋韵韵捂着脑袋 努力回想着 面色十分痛苦 可能是因为失去肉身 三魂七魄不稳定 她的记忆才会有所缺少 逢是这样做的是死人生意 自然是能碰到鬼魂的 我抬手拍了拍宋韵韵的后背 心疼她的同时 不得不告诫她道 韵韵 你无辜往死 心中必然怨恨 但变成厉鬼会失去作为人的理智 并且会永世不得超生 你最好控制一下情绪 宋韵韵脚下 隐隐飘着一些红色雾气 这是厉鬼化钱的表现 她自己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收起眼泪 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死了两天 才意识到自己死了 我在看见自己的尸块后 心里的确生出一种 想要杀光所有人的冲动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但我记得徐爷爷教过你 怎么对付鬼魂 你又会逢尸 所以我赶紧就来找你了 她说着 把一直拎着的东西递给了我 我仔细辨认了一下 这才发现 那部分是她的半边手掌 还好鬼魂手里的东西 监控和普通人的肉眼都看不到 否则这大半夜的 大概率会吓死一大批人 宋韵韵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本来想全拿回来的 但没想到变成鬼魂后 力量那么弱 我只能从蛇皮口袋里拽出一块 你看看 碎成这样还能缝布 我一一心情复杂 姐妈 你回来就行 你别破坏现场啊 宋韵韵呆呆地看着我 呃 那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送回去 02 宋韵韵是孤儿 在福利院长大 她上初中时 坐过我的同桌 此后 我们变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宋韵韵性格活泼开朗 社会关系简单 除了她谈了一个月不到的渣男 我和她都想不到 还有谁能这样残忍的杀人 专业的事 还是得找专业的人来做 抱着这样的觉悟 在宋韵韵将捡回来的手掌 放回原处后 我立刻报了警 警察的效率很高 我在江边等了大概十分钟 他们开着警车 就到达了现场 凶手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作案手法也十分讲究 她将尸体质解完 装入蛇皮口袋 特意绑了很重的石块 在人气罕至的江边沉底 如果不是来往传之意外 将口袋勾到了岸上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光凭我的一面之词 警方恐怕不会相信 也不会发现宋韵韵被杀害了 原本完整的宋韵韵 现在变成了56份 因为天气炎热 有不少苍蝇在四周乱飞着 加上微微腐败的酸臭味 搞得不少警察都吐了 看见这样的场面 作为当事人的宋韵韵 心情复杂的沉默了 警察封锁了发现尸体的区域 而我也被叫走 做起笔录 负责本次案件的刑警信理 身边跟着一个眼神清澈的新手 名字叫薛钱 个子高调 长相清秀 宋韵韵在我耳边 一直嚷嚷着她很帅 唇唇色鬼一个 我没理她 如实回答着自己的姓名年龄 等等信息 当我说到 我的职业是冯氏匠时 李警官忍不住打断了我的话 徐 徐东智 很多人不清楚我的工作内容 我已然习惯了 我解释道 冯氏匠需要把散落的尸块拼接在一起 让死者能够完完整整的下葬 所以我大都是去死者的家中进行修补 薛钱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懂了 那不就是灵活版的遗体整理师吗 冯氏匠从古旧有 代代相成 我们以天地灵气为引 脸白骨凤皮肉 净化死者灵魂 遗体整理师只能修复表面的东西 本质上和我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过 这些警察没必要知道 徐东志 你大半夜直奔江边 在尸体被肢解 没有任何面部信息的情况下 说受害人是你的闺蜜 这种奇怪的行为 你能解释一下吗 这件事任谁听说都会觉得可疑 李警官是办案多年的老手 凶手贼喊捉贼的事 他见得很多 因此 在没有确定是否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前 我不可避免的成了本案的嫌疑人 告诉警察我能看见鬼 似乎有点扯 我思索了片刻 换了个稍微婉转的方式道 如果我说 我是做梦梦道道的 你们相信吗 李警官气急返校 当然不信 03 尸块和宋运运的DNA信息吻合 法医推断她的死亡时间 是在前天晚上七点左右 我那时在一位客户家做法时 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加上 我和宋运运相识十年 没闹过矛盾 更没有金钱纠纷 我很快就被排除了嫌疑 李警官对我的态度和善许多 只是她对我梦见 宋运运尸体所在地的事 还抱有很深的疑虑 我叹了口气 满是遗憾的看向她 李警官 我听说运运的案子 和最近几年的 连环杀人案的作案手法相似 可时间那么久了 你们都没有抓住凶手 要是你们能早点抓住凶手就好了 这样运运就不会死了 李警官眼神复杂 徐小姐 你怎么知道宋运运的案子 跟连环杀人案有关 我将随身携带的名片递给她 继续道 我不仅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 你们这次在现场 没有提取到任何可用的线索 李警官 你们也不希望再有 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吧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说不定找我做一次梦有用呢 李警官看我的眼神中 多了几分警惕 徐小姐 你这是买通我们的内部人员 得到的消息 宋运运在警局到处飘着 案件的进程 都是她听到告诉我的 只有警方主动 我才能参与到案子中 这也是我私下把名片交给李警官 暗示他找我的原因 我哭笑不得 连忙否认 您误会了 案子结束前 你们不能随意透露办案过程 您放心 我不敢执法犯法的 李警官沉思了片刻 开口道 所以请你帮忙的报酬是什么 宋运运的厉鬼化程度 会随着时间加深 我能慢慢等待一个真相 可没有肉体支撑的她不行 我虽然可以通过逢尸 帮她净化灵魂 但要是想获得网生 她要化解心中执念 尽快投胎才好 我指着警局强面低公平二字说道 我不需要报酬 我只是想和你们一起 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 替死者申冤 04 连环杀人案再次出现的消息 在A市流传开来 人们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一时间人心惶惶 警方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在宋运运死后的第五天 我终于等到了李警官的消息 她这次来是为了请我帮忙 以及通知我 取回宋运运尸体安葬的事 李警官开门见山 徐小姐 我们选择相信你 她特意向上级申请 让我协助破案 我得已知道案件的所有细节 薛钱递给我卷宗 我一边翻看 一边听她讲述连环杀人案的情况 徐小姐 我们已知的八起案件发生的时间 多在晚上 死者有男有女 女性生前均没有遭受侵犯 甚至连财物都没有丢失 死者的年龄上至70下到18 并没有规律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被迷晕后割破喉咙 失血过多致死 再被分尸 宋运运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满脸惊恐 不为前色 这个变态难道是随即报复社会 无规律的杀人 不是特殊的癖好 这无疑给办案 埋下了难度 我不赞同道 这显然说不通 凶手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人 必然是了解过周边环境的 05 运送尸体一定会用到车辆 但警方沿着周围的监控排查 却没有看到可疑的对象 宋运运垂头丧气的看着我 东智 你说我会不会永远都不知道 是谁杀了我呀 宋运运孤身一人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找到好工作 结果还没过上几天幸福日子 就被残忍的杀害了 老天爷有时候 真的很不公平 我恋爱的摸了摸他的脑袋 安慰他道 法网灰灰说而不漏 更何况不是还有我在吗 疯过流声厌过流痕 等我缝起他的尸体 找回他死去那天的记忆 就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我们俩说着话 一时间忘记还有其他人在 薛钱打亮着古色古香的房间 眼中满是恐惧 徐小姐 你 你刚才不会是在跟鬼说话吧 李警官不愧是老刑警 虽然吃惊 但面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他抵了底薛钱 何止道 小薛 不该问的别问 对着空气讲话是挺奇怪的 这样想着 我便起身去沾了点 最近好不容易收起来的牛眼泪 涂在了他们俩的眼皮上 薛钱和李警官在睁眼时 宋运运放大的鬼脸 猛然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他们俩被宋运运的故意搞怪 吓了一大跳 尤其是薛钱 差点眼睛一翻晕过去 这些天只有我能看见宋运运 他早就无聊坏了 我无奈的对两人道歉 不好意思啊 孩子都死了 你们就让让他吧 薛钱惊魂未定 小声嘟囔 青羊类 你说的我们敢跟鬼计较一样 我 有道理 06 鬼魂惧怕阳光 夜晚是修补灵魂的最佳时机 而且 阴气越足 效果就越好 我特意选了12点 来到警局停尸房 那些潜藏于夜晚深处的东西 果然蠢蠢欲动着 李警官和薛钱好奇心作祟 不听我的劝阻来围观 我告诫他们 不许中途离开 破坏房间的气场 他们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 我这才开始了奉尸前的仪式 我在尸体周围 洒了一圈巨魂的小米 浇上浮水 一股彻骨的寒意 立刻就进尸了后背 薛钱摸着胳膊 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 突然感觉好圣人啊 大夏天的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不得不说 他还挺有灵性 反观李警官一脸疑惑 一点异样都没有 巨魂是位肉体的主人 收集失散的三魂气魄 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会吸引一些 想找肉身寄生的脏东西 薛钱感受到的是 游魂的恶意 不过 这对活人没什么影响 缝尸和拼图差不多 以往我需要自己 摆好尸块的位置 这次因为有法医的工作在前 我只需要缝合 省去了以往 到处找身体零不见的麻烦 特制的阳长线 穿入碎掉的组织 宋运运身上的白色光韵 变得愈发明亮 那些想寻找气息之处的游魂 在尸体周围急躁起来 发出了嗡嗡的低鸣 零七 空旷的停尸房 弥漫着诡异的气息 薛钱吓得抱住了 李警官的胳膊 就连身为鬼魂的宋运运 都一脸恐惧的 朝我身旁贴了铁 这种场面 我见得多了 十分熟练的 掏出事先画好的皇甫点燃 对着游魂念出净魂咒 魂归本源 净化尘埃 邪碎皆消 无所不屈 符咒化为灰烬 几声哀嚎过后 房间终于安静了下来 我轻轻抚摸着 宋运运被缝不好的部位 感受着来自她灵魂的共鸣 一股不属于我的记忆 猛然灌入了我的脑海中 我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 戴着黑色的鸭舌帽 正在尾随宋运运 夜幕降临 四下无人 她感受到危险 马上加快了脚步 但男人没给她 任何自救的机会 一个箭步冲上去 从最后就禁锢住了她 宋运运一边大喊救命 一边用力挣扎着 可惜男女力量悬殊巨大 男人用早就准备好的手帕 捂住了她的口鼻 她瞬间就陷入了 无边的黑暗之中 自始至终 宋运运运男人的脸 都没有见过 可那时男人带来的恐惧感 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她 她环抱双臂 声音颤抖 眼神失去了焦点 冬至 我接下来就会被她分尸了吧 我不敢再看了 08 被缝合的部位变多 可窥见的记忆也就越多 下面的事 必定是无比残酷血腥的 记忆的画面里 宋运运恢复意识的那一刻 剧烈的疼痛 瞬间涌上了她的身体 我感同身受 只觉得身处的是人间炼鱼 男人算准要效 特意在宋运运有知觉时 割破了她的喉咙 温热的液体喷涌而出 在模糊的视线中 她看着男人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得意的对她说 小姑娘 在你死前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杀猪放血 可以让猪肉保存得更久一些 其实杀人也是 男人粗糙的手掌 慢慢划过宋运运的脸颊 最后停在了 她脖梗的伤口处 血液漫过她的手指 她哼着小曲 慢悠悠地放在嘴里尝了尝 就这样看着宋运运没了生机 短暂的一生 在快速掠过 遗憾不甘 以及无尽的怨恨 袭上心头 空气中传来沉闷的气笛声 宋运运感觉自己 像坠入了深海 冰寒彻骨 男人最后在她耳边低语道 拒绝我的人都该死 再见了我的猎物 永远不要安息 永远记住 我对你的惩罚吧 宋运运从回忆里挣脱出来 脚下的红色雾气弥漫 迅速将她整个人包裹了起来 她抓着头发崩溃道 好痛 真的好痛 我根本不认识她 我什么也没做错 她凭什么惩罚我 为什么死的是我 这不公平 宋运运猝不及防地发狂 在停尸房里 尖叫乱撞着 李警官见状想上前保护 还在缝线的我 却被她一把提起 扼住了咽喉 宋运运被力气影响 离离鬼话只有一步之遥 我赶紧埋头 修复起了最后的腹部 大肠小肠 肾脏肝脏 凡是平时在里面看不见的东西 我都一股脑子塞了进去 薛钱替我挡着宋运运的视线 生怕她看到我的操作后会更生气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嘟囔道 我真应该把宋运运发疯的样子录下来 回头把视频二维马克他墓碑上 没想到 她的耳利挺好的 竟然听见了 徐冬至 你个没良心的 我都死了 你还不放过我 宋运运的长发飞舞 朝我怒吼着 她没攻击我 但掐人的力度更重了些 我理直气不壮地劝道 我不客了 你冷静冷静 把人放下 要报仇你也找杀你的人啊 宋运运偏过头 眼睛染上了星红的血色 李警官在半空中 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徐小姐 还要多久啊 我顿时紧张得有些手抖 快了快了 你再坚持坚持 我一边说着 一边求救似的 看向薛钱 拜托他转移宋运运的注意力 好拖延时间 09 薛钱灵机一动 想到了办法 能有效安慰别人的方式 就是找个比他更惨的 薛钱虽然还没什么办案经验 但平时他听得多 他从幼童虐杀案 讲到奸杀案 一向心软的宋运运 很快就流下同情的泪水 眼神也逐渐恢复了清明 所以那么小的孩子 被变态活生生掏出了心脏 他最后还对着尸体 干出那种畜生不如的事情 好惨啊 比我还要惨呜呜 他崩溃大哭 手机一松 李警官一屁股摔到地上 五官痛得皱在了一起 不过好歹是得救了 我完成最后一步绕线打劫 抹了把额头的冷汗 暂时放下了心 宋运运羞愧的跟李警官道歉 李警官撑着腰 欲哭无泪 我这把老骨头 差点没活到退休 薛钱自豪的挺起胸 腰功道 师父 这波你没事 全靠你徒弟我 所以有奖励吗 结果 他成功得到了 来自李警官的死亡凝视 遗体完整拼接后 肉体灵魂合一 点燃草药和香料 混合而成的特质香薰 便可以净化宋运运的怨气 白色的烟雾缭绕 宋运运的神情逐渐变得平和 脚下的红色雾气 也跟着渐渐散去了 十 为了验证我和宋运运 所看见的记忆具有一致性 李警官特意将我们隔开 分别询问起 案发时的种种细节 他将我们的证词 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发现两者之间的 吻合度非常高 一时间 对我的欣赏达到了顶峰 我们总结了一番 开始复盘得到的信息 薛钱拿着笔记 若有所思道 凶手在行凶时提到了 杀猪放血 可以让猪肉保存得更久一些 其实杀人也是 你们说 这会不会跟他的职业有关 李警官点点头 能这么了解的 犯人很有可能是养猪户 或者杀猪将 我们重点摸牌这两个 宋运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我那时候听见了气笛声 但我怕是临死前的幻觉 就没告诉你们 你们看看 这条线索能用吗 李警官和薛钱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 将目标锁定在海边 适合发案的地方 一定是人烟稀少的 而A是领海的某地 恰好有一座 废弃的肉类加工厂 十一 加工厂外的大门 秀极斑斑 年久是休 却有把崭新的锁 这里显然有人常来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们只能悄悄潜入 好在围墙不高 我踩着薛钱的背 很轻松地就翻了进去 眼前三层的大楼 加上院子里平房的墙壁上 全都长满了爬山虎 有种让人毛骨悚然的阴森感 我们挨个房间进行了探查 所过之处都没有异常 薛钱不禁泛起嘀咕 这块找遍了 什么都没有啊 我们不会想错了吧 李警官和A的拍了拍他的肩 笑道 年轻人 还是太沉不住气了 去看完三楼再说 事实证明 我们的方向没错 我们刚到三楼梯口 一股浓重的腐臭味 明面就扑向了鼻端 往上走去 只见宽敞的破败厂房中间 竟然有一块杀猪用的案板 桌面上散乱着刀具 周围还有一大片干涸的血迹 宋运运捏紧我的手 我侧头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她生命最后时刻 看见的那片屋顶 我们顿时确定了 这里就是她遇害的地方 李警官当机立断 立刻向警队报告情况 请求增援 12 人的痕迹越多 对案发现场的破坏就越大 我们不敢乱动 正准备下楼等 一个五六岁年纪 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小女孩 急匆匆的从墙面穿了进来 哥哥姐姐们 这里很危险的 你们快走 她喊完这句话 没等我们有反应 又沮丧的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对了 我又忘了 没人能听见童童说话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死了 我压低声音 尽量温柔的叫她的名字 童童 这里为什么有危险呀 小朋友欣喜又惊恐的抬头望向我 姐姐 你看得见我 我嗡了声 指着在场的几个人说 不只是我 我们全都能看见你 童童愣了几秒 她指着宋运运说道 咦 你不就是前几天 被坏叔叔杀掉的那姐姐吗 宋运运瞪大眼睛 满脸震惊 我跟李警官 还有薛钱互相看了一眼 纷纷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宋运迫不及待地问 童童 那你知道 是谁杀的我吗 13 童童的邻居是个屠户 她趁着童童的父母不在 将她诱骗回家迷运后 带到了这里杀害 她的尸体就埋在加工厂院子中 死法和送运运一样 不过 有一点不同的是 童童的手边还有个玻璃瓶 里面有张沾了写的字条 赫然是用来锁魂的咒语 而这就是童童没有回家 独自飘荡在野外的原因 童童白着一张小脸 怯声声道 那个坏人说我不乖 让我永远留在这里反省自己 可我一直很听话的 姐姐 我不是坏孩子 我想回家 我好想爸爸妈妈 她边说着 边摊抬掌心 露出刻入灵魂的锁魂咒语 画着咒术的纸条属于证物 我不能随意销毁 可我们又需要她带路去凶手的家 况且 既然知道她的存在了 我也不忍心她在独自一人 留在这个可怕的地方 锁魂咒 顾名思义 只对鬼魂起作用 童童只要附身他人 自然就能离开了 不过 鬼魂的这项技能 需要对体质特殊的人才行 我常年接触失魂 对普通鬼魂的附身 早已经免疫 更不用说 童童这样弱小的孩子了 所以 在场最合适的 莫过于体质最阴的薛钱了 这样想着 我不由将目光落在她身上 薛钱被我盯得浑身发毛 她无助地搂住李警官的手臂 不安道 师父 快保护我 我总觉得 徐小姐在打什么不好的主意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 薛警官 没事的 你就当自己睡了一觉 薛钱疑惑地按了声 我怕她精神紧绷 会导致童童不好附身 什么都没告诉她 只是让她闭上了眼睛 童童按照我的指示 开始行动 不过几秒的功夫 薛钱晃了晃身子 等在睁眼时 已然换了一个人 她操控着不属于自己的躯体 捧着脸惊叹道 哇 原来当大人是这种感觉啊 大人这两个字 太过奢侈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童童来说 她永远也长不大了 还好她可以借用薛钱的身体 短暂地体验一下 只是苦了我们薛警官了 十四 为了减少麻烦 在抓捕文件没有下的钱 只能让薛钱赞助在我的家中 毕竟她此刻在外人眼里 一举一动 都透着小女孩的娇俏可爱 实在是太过违和 于是童童用着薛钱的身体 不仅霸占了我的床 还穿上了我衣柜里的裙子 连送运运看韩剧的电视 也被小朋友放起了动画片 童童连在我身边 看熊出没时 薛钱回来了 看着她无助迷茫的表情 我突然感觉挺对不起她的 便趁机将真相告诉了她 她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裙子 哭笑不得到 我这辈子第一次 穿上那么粉嫩的裙子 我挑眉 调侃道 喜欢吗 以后你可以经常这样穿 薛钱干巴巴的笑了两声 竟然认真思考起了可行性 我顿时开始担心 是不是在无意间 打开了她新世界的大门 我还没等到她的回答 童童就切换了回来 随后 我的电话响了 李警官说 法医在现场提取到凶手留下的指纹 经过比对确认 与童童举证的是同一人 警方根据她所说的地址 成功抓住了凶手 并在她的住所 找到了和加工厂内一样的刀具 15 凶手名叫孙伟 一直以谦逊老实的形象试人 在童童父母疯狂寻找女儿时 他甚至无数次假惺惺的对他们表达过 对于他们丢失孩子的遗憾与痛心 他被抓获时 童童的父母撕心裂肺的质问他 为什么要杀害那么小的孩子 孙伟笑出了眼泪 杀人需要理由吗 我想杀就杀了 不可以吗 要是硬要说理由的话 就是他拒绝了我 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拒绝我了 一个孩子能拒绝他什么 正当所有人疑惑时 孙伟激动了起来 他一边试图挣脱警察的桎 一边圆睁的眼睛尖叫道 我让他留在我家多玩一会儿 他为什么不肯 他讨厌我 讨厌我的人都应该去死 去死 孙伟的父母离异 只有5岁的他被判给了父亲 他祈求母亲带走他 却遭到了拒绝 一般来说 有了后妈就会有后爸 孙伟的父亲再娶 他从此便生活在了 虐待和辱骂之中 日积月累 他的性格也就渐渐扭曲了 在坐上警车前 孙伟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停下脚步 转头扬起唇脚道 对了 我在一本古书上 学了一个符咒 听说能让死人无法投胎 你们俩想女儿话 就赶紧去死吧 说不定还能和心爱的人见面呢 他这番话 无疑在彤彤的父母心上 又捅了一斗 常年思念女儿的瘦弱母亲 万念俱灰 脚下一软晕了过去 审讯室里 孙伟表现镇定 他整个人贪坐在椅子里 手指有规律的无声敲击着桌面 当李警官问起他杀了多少人时 他忽然来了兴致 激动的挺直了几倍 你们觉得我杀了多少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杀了12个人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厉害 孙伟说完 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眼中 杀人成了值得炫耀的事 在警方的卷宗里 只确定了9个受害人 那还有三个人是谁 李警官拍了拍桌子 示意他安静 心下有了大胆的猜测 所以你的父母 还有继母都死了 孙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眼底划过欣赏的光 还不算太笨 只可惜啊 那时候技术不成熟 我没有把他们分成完美的56块 为什么是56块 李警官不解 哦 这是我的母亲将我抛弃的日子 我觉得值得纪念 孙伟语气轻松的 像是在聊家常 站在单向玻璃外的宋运运 快要气炸了 那关我屁事啊 我又没抛弃他 在偏执的疯子面前 杀人并没有道理可言 李警官又问 除了彤彤和你的父母 还有你的继母 其余的人都和你没有交集 你为什么杀他们 比如 这个叫宋运运的女生 难道也是因为拒绝了你什么 孙伟的目光中 划过一丝迷茫 她是谁 我为什么要记住猎物的名字 李警官存了私心 本想让宋运运听到一个答案 结果 她的回答却让人无比窝火 直到李警官说出她的抛尸地点 孙伟这才想起来 那个女生啊 她在饭店吃饭时 拒绝和我换位置 我那天的好心情都被她破坏了 她难道不该死吗 为了杀她 我可是跟踪了她好几天呢 她清楚地知道 法律会判处她死刑 已经对一切无所畏惧了 只是坦诚地说着 她内心的一切想法 以及她能回忆起的 每个杀人原因 李警官咬着后槽牙 忍不住骂她 你这种垃圾 吃颗花生米就老实了 案件进展到尾声 法医在孙伟平时 拖送猪肉的电动三轮车上 检测出了宋孕孕的血液 而警方也在监控中发现了 她开车前往江边的身影 得益于她的职业 血液和血腥味在她身上 完全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甚至她用车拉着尸块抛尸 大家也只会以为 她要为客户送肉而已 16 在那个空旷恐怖的加工厂 童童想了无数次 与爸爸妈妈团聚的场景 如今隔着病房的玻璃 童童用着削前的身体 急得团团转 却不敢接近病床上的人半步 她现在太奇怪了 小小的她 没办法解释现在的一切 她更害怕会吓到父母 宋孕孕将童童的失落和纠结 看在眼里 她扯了扯我的袖子 心疼道 你带童童进去吧 没办法相认 起码也能让她近距离 看看家人啊 我点了点头 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 童童的爸爸拉开了房门 你们在外面看了那么久 是找我没有诗 童童到底是个孩子 听见日夜思念之人的声音 没藏住情绪瞬间哭了 我赶紧帮忙打圆场当 这位是削前削警官 他听说了童童的事情 想来看看你们 不好意思啊 他累点低 您见谅 听到是心疼女儿的警察 童童的爸爸放下戒备 表情柔和的将削前迎了进去 我悄悄退到后面 将空间留给了他们一家三口 没有母亲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即使模样改变 可一个人的说话的语调 走路的步伐 以及下意识的很多习惯 是无法改变的 尤其童童还是个 不会遮掩的小朋友 虽然他没有表露身份 他的妈妈还是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女人撑起身子 犹如枯木逢春 焕发出生机 用力将削前搂入怀中 放声大哭起来 而童童的爸爸也似有所感 看着眼前这一幕流下了眼泪 窗外阳光正好 童童实现了和父母再次见面的心愿 他拉起父母的手 微笑着从削前的身体中退出来 去开启他全新的下意识了 想着爸爸妈妈爱我的日子 就什么都不怕了 这是他被溃一千多个日夜的信念 也是临走前的自我鼓励 削前恢复了身体的掌控权 他抹着眼角的泪 感受到童童残留的情绪再度泣不成声 17 凶手落网 宋运运执念消散 我已经做好了他会离开的心理准备 只是我没想到 这一刻会在童童离开后就突然来临 宋运运缓缓转身 望向我 眼中既有释然也有不舍 东智 我该走了 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片即将飘落的羽毛 谢谢你 不需要说谢谢 我遗憾无法将杀他的人用同样的方法报复回来 法律审判的时间太久 他和童童都没有看到 但至少 我不会让孙伟在死之前活得太轻松 我拿出做好的人偶晃了晃 宋运运吐吱笑了出来 他知道我诅咒了孙伟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会活在火烧般的疼痛之中 闭上眼便会想起对他来说最恐怖的回忆 这是继爷爷去世后 重要之人再一次从我身边消失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 故作轻松道 去吧 投胎的时候 记得选个幸福的家庭 不要再那么苦了 我尽量不想你 宋运运吊着眼泪嘟嘟囔囔的骂道 不行 你得天天想我 带着我没活过的那份 长命百岁 好 我说 下辈子我们还当好朋友 自己的朋友得自己宠着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他像是放心了一般 用力搂住我 随后 他的身影像沉默般迅速弥漫开来 等我在伸出手时 只剩下一片虚无 他走了 以后我的生命中 再也没有宋运运了 18 小麦部门口 四五岁的小女孩 梳着麻花辫 盯着我手中的棒冰 望眼欲穿 我逗了他一会儿 故意不给 他哼哼唧唧地抱着我的腿撒娇 看上去都快哭了 我赶紧收起完闹心 将特意为他买的那根葡萄味的递给他 刚刚闷闷不乐的小丫头 瞬间喜笑颜开 露出了洁白的小牙齿 我和他坐在树荫下 悠闲地吃着棒冰 仿佛回到了久远的从前 那年夏天 我的同桌用一根棒冰收买了我 徐阿姨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呀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因为上辈子没有保护好你 所以这辈子 一定要让你幸福啊 他似懂非懂得嗡了声 我望着他懵懂的脸 诚心祈祷着 我亲爱的朋友 这次一定要是很好的 很长的一声啊 安